五国三千万人口当中五百万人有抽烟的习惯 这一批烟民年龄都在18岁以上 单单在去年就有两万人死于抽烟引起的疾病 卫生部副总监拿督洛曼表示 烟民一般上最常患上的致命疾病就是肺牢 为了协助国人戒烟 卫生部和强生马来西亚公司合作 开设全马首个以戒烟为主题的官方网站 政府在未来也会拨款五百万令吉 用在改善医疗设备 以便更有效的推行戒烟计划 洛曼强调政府希望这项戒烟计划 能够在三年内协助三百九十万名吸烟者戒除烟引 有意戒烟的民众可以透过荧幕上的网址了解详情